不是在公開場合在跟大家講 是他私底下在走路在聊天講的話 你知道他路次來講那就沒辦法了 但習王會跟他道歉嗎 其實我跟你講 玻璃有沒有來 我們私底下在講話 講得更難聽的都有 人家私底下講話也跟人家脫路再拿去放話 這個哪有辦法 他是光明正大的 光明正大的脫路 他是光明正大路 問題是我那個也不是公開講話的場合 只是在走路在跟人家講話 可是你的粉絲團也有這樣直播出去 嗯 有啊 有啊 那議員他預算還是有跟你們過啊 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是我是問 我是跟我們市府官員在內部的談話 不是就是說我們在 不是在公開場合在跟大家講 是他私底下在走路在聊天講的話 你知道他路次來講那就沒辦法了 但公員處長這樣是不是算謊報 因為他其實 最終並沒有被打預算 這細節我就不知道 會覺得如果就是說真的是處長謊報的話 會跟議員道歉嗎 會講吧 沒有啦 我跟你講 好啦好啦 反正 今天沒有其他事可以講 市長你現在這樣子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就是說 好像有點就是處長 都沒有跟你講 他沒有跟你講實話 然後你這樣子會被 對 這個 這個 這個我跟你講 現在事實的真相還不曉得 這種東西也不會說 然後人家一講我們就這樣 過去還是有一段有運緣的 但最後處長自己今天要去找議員 道歉 那 那 這樣 隔天 那你會反應這麼大事 因為許舒華他是民進黨清潮流嗎 那你都知道你還問 你覺得可以 可是私底下這樣子 是不是 那你… 那麼… 那麼… … 那麼… 他就… 那麼… 這個… 那麼… addressed… … 感谢观看